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的市场消息可谓是惊心动魄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株的亮眼表现 美国股市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后 持续上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0.1% 道琼斯指数更是上涨344点 特斯拉的股价飙升了7.8% 显示出市场对特朗普政策的强烈信心 而在加密货币领域 比特币更是创下新高,突破了87000美元 投资者对未来的期待已经到达了巅峰 同时,澳大利亚股市也预计将迎来小幅上涨 不过,市场的波动并非一帆风顺 纳斯达克指数出现轻微下跌 NVIDIA和APPV的股价下滑 也提醒我们,投资仍需谨慎 随着特朗普的胜利引发的特朗普交易热潮 市场情绪似乎正处于狂热之中 但也有分析师提醒大家应该警惕潜在的风险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股市动态 还有特朗普对加密货币的支持 如何影响市场走向 敬请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最近美国及全球市场的动态 特别关注特朗普胜选后的市场反应 及其对不同资产类别的影响 这段时间市场情绪可谓波涛汹涌 我们看到股票加密货币和美元 皆有显著波动 首先关于美国股市的表现 标准普尔500指数在本周一有所上涨 增幅为0.1% 这得益于之前一周的强劲表现 道琼斯指数上涨344点 涨幅达到0.8%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略微下跌0.2% 特斯拉在这一波行情中成为最为亮眼的明星 其股价攀升了7.8% 自特朗普胜选以来 已经累计上涨近15% 这显然与市场对特斯拉在特朗普政策下 持续受益的预期紧密相连 尤其考虑到CEO埃隆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 此外市场对特朗普交易的兴趣仍在激增 其核心在于投资者试图预测 哪些公司将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中获益 金融板块受到广泛青睐 以摩根大通为例 其股价上涨了1.6% 市场普遍预期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将推动经济增长 减少监管并可能增加并购活动 甚至在保险领域也出现了并购的投机热潮 尽管Signat集体声明不考虑合并 其股价仍大涨7.8% 在小型股指数方面 罗素2000指数显示出1.7%的增长 这被认为更能直接受益于美国优先政策 而在盈利报告领域 许多公司继续发布超出预期的季度收益 进一步推高股市 Airmark展示了强劲的增长 尤其是在体育场馆食品和全球客户需求方面 其股价也有所上涨 然而市场并非全无阴影 NVIDIA股价下跌1.8% 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形成拖累 同样 ABVI因其精神分裂症治疗试验未能显示显著改善 而股价重挫12.4% 在加密货币市场 比特币无疑成为焦点 首次突破87000美元大关 这一涨势得益于市场预期 特朗普政府将支持加密货币行业 尤其是在共和党可能控制国会两院的情况下 CoinDesk的数据指出 比特币创下了84,988美元的新记录 Coinbase和Robinhood等平台的股价 也分别上涨了17%和11% 然而市场的反应并不仅限于股票和加密货币 美元对一篮子货币上涨0.6% 达到自7月以来的最高点 而欧元则跌至1.063美元 为4月以来最低 墨西哥比索在此背景下 对美元下跌1.5% 再次显示出市场对特朗普政策的复杂反应 国债市场同样受到影响 由于假期原因 债券交易关闭 然而自9月以来的国债收益率上升趋势 在特朗普胜选后得到进一步支撑 这与市场对特朗普政策可能推动经济增长 债务增加以及通胀上升的预期有关 从全球视角来看 欧洲市场表现稳固 但亚洲市场则相对较弱 韩国和香港股市下跌 这种区域性差异 反映了市场对特朗普政策的不同解读和预期 综上所述 市场对特朗普胜选的反应是多方面的 无论是股票 加密货币 还是美元 均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波动 反映出投资者对未来政策的期待和不确定性 特朗普胜选后的市场反应 不仅仅是对新一轮经济政策的期待 更是对全球市场格局可能变化的深层次反应 在未来的节目中 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些动态 特别是特朗普政府 在不同领域的具体政策出台 这将对市场走势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股市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特朗普交易是指与唐纳德 特朗普相关的金融市场行为和现象 这些现象主要发生在 特朗普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当选 以及其执政期间对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 特朗普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 贸然的推文以及一系列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显著的市场波动 特朗普交易的背景可以追溯到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特朗普以其美国优先的政策主张 成功当选 其政策主要集中在减税 放宽监管 提升基础设施支出和贸易保护主义上 这些政策变化引发了市场预期 导致股市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显著波动 例如特朗普当选后 人们普遍预期其经济政策将有利于企业 因此股市在2016年11月选举后迅速上涨 尤其是金融、基础设施和工业板块 特朗普的政策也对特定行业产生了直接影响 例如他一再强调要对中国进口产品 征收高额关税 结果是中美之间爆发了贸易战 这对全球供应链和相关行业 尤其是农业和制造业带来了显著影响 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推出的减税法案 也对企业盈利、股市表现以及联邦赤字 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上特朗普交易体现了市场对政治事件的敏感反应 特朗普的推特账号成为了金融市场参与者关注的焦点 因为它的实时发言可能直接影响市场情绪和投资者决策 例如特朗普的一些推文曾直接引发股市的短期波动 此外特朗普执政期间的经济政策导致了美国股市的显著上涨 标普500指数在它任期内累计上涨了约67% 从数据上看 特朗普交易不仅包括股市波动 还涉及到汇率、商品市场和其他资产类别 例如特朗普在其任期内对美元汇率的口头干预 以及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公开批评都引发了美元汇率的短期波动 与此同时 特朗普执政期间 由于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 石油市场也经历了价格波动 总体而言 特朗普交易是现代金融市场中因政治领导人言行而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个案例 这不仅反映了市场对经济政策的敏感度 也显示出市场参与者在面对高度不确定性时的快速反应能力 特朗普交易的现象还进一步凸显了政治和经济政策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复杂影响 在特朗普之后 这种市场反应机制可能会继续影响未来政治领袖的政策制定和市场表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近来的市场情绪和动态因特朗普的胜选而变得更加戏剧化 这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系列变动 美国股市的上涨无疑受到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影响 尤其是降低利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预期 这些都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 特斯拉的股价飙升成为了标普500指数增长背后的强大推动力 这反映出市场对于马斯克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信心 然而 这种繁荣背后隐藏的风险不容小觑 特别是企业过度依赖短期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潜在不稳定性 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样的市场狂热状态可能导致高风险决策 尤其是在忽视潜在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时 另一方面 比特币市场也因特朗普的支持而再度活跃 突破了新的高点 这体现出投资者对加密货币的信心在增强 尤其是在共和党有望掌控国会两院的背景下 这种对加密货币的热情反映了市场对于未来立法环境的乐观预期 然而 这种期望是否能实现仍需谨慎面对 因为政策制定的过程复杂且充满变数 对于那些在比特币市场投入大量资金的投资者来说 这种波动性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高回报伴随的高风险需要投资者保持警觉 此外 全球市场对特朗普政策的反应不一 显示出不同地区对于贸易政策和经济前景的担忧 欧洲市场的上涨 亚洲市场的下跌 以及墨西哥比索的剧烈波动 都暗示出特朗普政策的全球影响深远且复杂 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 这些变动提醒我们需关注国际形势的多变 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制定灵活且多元化的投资策略 总体而言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对市场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和风险 投资者应该理智应对这一变革时期 思想先驱暴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下集市 我们下集市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诩横